门是一个建筑物的出入口 对于家宅来说 门是家和社会的区隔 是家宅的颜面 一个漂亮合适的大门 不但会受到别人的赞美 还会洗到调节主人心情的作用 从而发挥它多方面的作用 从风水上说 大门是内外空间分隔最外部的标志 是气口的所在处 好的大门能够提高主人对外的运势 在风水文化中 阳宅三要是门防灶 阳宅六室是门路灶井坑侧 两者均把门作为第一要素 可见它的重要性 风水学一直非常注重方位 并有前朱雀 后玄武 左青龙 右白虎的口诀 这个口诀运用在门上 主要表现为房屋开门的四个主要选择 开朱雀门及南门 开青龙门及左门 开白虎门及右门 开玄武门及北门 如果屋前有草地 水池 停车场 即所谓明堂 则以开中门为集 如果屋前没有明堂 以开左方青龙门为家 因为青龙位比白虎位极力 开北方门玄武门 视为罪不及 因为有败北之意 所以住宅一定要盛开北方门 不过在独立别墅 从风水上说 又是需要流出后门的 有些风水师说 如果不开后门 夫妻感情会有问题 可能还住不长 甚至刚过中年 夫妻中就会有人 去世 其实从古代的房屋来说 前门是主人和客人走的 后门是下人和庸人走的 前后门是用来划分 长幼 尊卑 慧见的 用来维护家中等级制度的 而现代别墅 相对来说 出入的人总是比一般住宅要多 开个后门 对于人员的进出 也是有好处的 并且后门还有利于 家中气流的流通 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 前门与后门的设置 不能形成对中 包括屋内其他的门 以及窗户也是如此 因为门和窗 因为门和窗是气口 所有的门窗排列 都应该错落有致 而不相对 从科学的角度上 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门与门相对 会形成强大的对流 强空气的来回流动 对身体 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 回家后的大部分时间 虽然都待在室里 但是门窗外的情况 也不是可以不闻不问的 首先 门和窗 都不应该对着 坟地、垃圾厂等 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地方 也要避免看到别人家的 卧室、浴室等 以免发生邻居纠纷 同时 门窗外应该保持整洁通畅 如果外面有障碍物 挡住房子 不但人出入不便 而且看不到远处的景色 让人的视野 始终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 不利于前程视野 而门外的清洁环境 能更给回家的人 以一个好心情 也能把清新的空气 带进屋内 另外 对高层楼房来说 门不可以对着电梯 因为电梯的高速运动 扰乱了气场 会使气不平顺 门是家的附属物 门的大小与家宅 也应成比例 宅小门大 不宜 宅大门小 也不宜 如果门比家显眼 或者门阴暗狭小 都会破坏家的整体美 具体来说 门的高度要合乎比例 通常以2.3米为标准 大门太高 犹如监狱大门 让人压抑 太小 会显得闭塞 大门的形状 也根据居住者的身份 地位的不同 而有所区别 建造超越身份的豪华大门 以古人的观点而言 是八字承受不起 会招致大凶之士 安装木门的时候 要看清木门 是顺声还是逆声 通常由下至上的是顺门 顺门是家宅安宁顺畅 由上至下的是逆门 逆门是家宅反复多变不顺畅 同时 门是家的颜面 一新不一旧 有破损的大门 最好立即更换 现代人装修房子 选择门的时候 总是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但是在风水上 却另有说法 颜色的选择和门的方位 有相当的关系 门的颜色 要结合该方位 在五行所属 除了颜色外 还要讲究图案的配合 不同的图案形状 有自己的五行所属 如果大门的图案 与方位五行相同 或者是可以声望方位五行的 则属于吉利 比如 东和东南属木 木与水相生 大门的颜色应该选择 与木有关的青色绿色 或者与水有关的蓝色黑色 图案 则选择 与火相应的三角形 多角形 与木相应的长线 长方形 西方属金 金与土相生 则大门的颜色选择 与金有关的金色白色 或者与土有关的黄色咖啡色 图案选择 与金相应的圆形半圆形 与土相应的四方形